就是我發現的歌啦 對 我發明的 然後它的名字叫做《墜入愛》 對 然後會唱這首歌是因為 前面有一個陳生的歌喔 就是帶給我一個很大的安慰 因為經過一些 小小的故事 對 就可能看著誰跟誰的背影 對 牽手 我離去 然後呢 之後呢 我就想說要用一首歌來鼓勵自己 對 然後就寫了一首歌叫《墜入愛》 因為當時呢寫這個歌就是想說 就故意想要PO到就是網路上 然後給當初的兩個背影看 欸 我也很好 對 其實一個人啊 但是後來還好啦 這個歌也讓我找到 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 對 然後這個歌呢叫《墜入愛》 對 然後它當中呢 我曾經引用了 小路斑筆 對 跟那個小熊為例 對 然後大家可以 聽一下這首歌 《墜入愛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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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慢喊 那就像是風兒輕輕敲 那就像是雪兒偷偷笑 那就像是小路把別住我的心中悄悄 那就像是心兒在跳躍 那就像是火兒慢慢燒 那就像是小熊為你吃完鳳梨出門票 黑夜擺著火都慢慢重重 生活中是一直籠籠統統 遇到了你才了解明白浪漫的衝動 原來你一直在我生命中 造成路是何必裝作朦朧 才了解你在我耳邊慢慢喊 原來你一直在我生命中 造成路是何必裝作朦朧 才了解你在我耳邊慢慢喊 你的愛是否贏了 否贏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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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我耳邊